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4分 崔永元在小崔读书会微博发布 以关于中国农业副食堂的视频 可谓让很多人吃惊 吃惊的原因是 视频中有一段手机上的文字显示 S03 20140929张传国和团伙成员刘荣富偷偷 向韩长富送礼10点13分 下面的时间显示是2018年11月21日 马上未有对张传福和刘荣富的介绍 因此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谁 通过视频可知 有一个厨师模一样的男子两手都拿着礼物 走向厨房 并通过厨房来到后院 以此 要将两个礼物交给领导士的人物 崔永元也发微博称 不必食堂冷酷 有时不长收受的礼物堆成衫 不长又吃不完 只好定期清理掉 发虾 刺身 好东西不说 还都是野生的 哪怕喂狗也好啊 随后 崔永元还在个人 沈正微博转发了此视频 视频中食堂工作人员拿着礼物 到后院后一次将礼物交给领导士穿白衬衫男子12月25日 崔永元曾依转基因事件 访刺过韩长富 当日 崔永元转发了一篇 加拿大娱乐 用大妈合法化的文章 崔永元趁 以后若发现中国种植大妈 韩长富依然可以说 我们一查 他们在加拿大和乌拉贵都有种植许可 为什么崔永元这样说 因为他指出 中国土地上发现了烂种的转基因作物 韩长富却笑呵呵说 我们一查 他们在国外都有安全证书 因此 崔永元就和中国农业农村部扯伤了关系 多次在微博爆料中国农业农村部食堂 吃的都是被转基因食物 11月8日 崔永元在微博中写道 农业部说中国转基因安全 最爱说 自己是全世界管理罪严 又专门的安全 委员会 转基因中心造假 负责任李奎是转基因安委会成员 两件事说明农业部一直放屁 韩长富并未对此事进行回应 11月10日 崔永元转发网友评论 并专门中国农业部称 农业部的特供基地在新疆吐鲁番 全是有鸡的 另有大鱼 大虾 各种新鲜土特产等 鸡蛋也是特供的 现在国家寡得严 不敢了 顺便翻脸不承认你以前有过 11月20日 崔永元在小崔读书会中表示 我已掌握农业部食堂 不找餐厅 从来不吃转基因只吃特供的详细资料 正在整理中 11月22日 崔永元发微博点名《云古山庄》 他表示 此山庄也叫农业部绿化基地 在北京市密云木家域镇北沿厂村 离城区很远 相对也就很隐蔽 咱就不说你们在这儿大吃大喝过多少全国各地送来的最好的特产 只想问农业部各位部长 你们在这儿吃过一次转基因食品吗 你们真不要脸 崔永元爆料这么多 中国农业农村部始终为回应 如今 崔永元又爆料韩长富接受贿赂 不知中国农业农村部是否还会淹没